好 那么请同学把你的Qno拿出来 然后那个USB请你接到电脑上 那这个miniUSB呢 请你插在Qno上面 不要太暴力 这后面的焊接的部分 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坚固 所以你轻轻的把它插进去 要有雕一声 要有雕一声 看上去之后灯就会亮 这是电源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你的Q block打开 在你桌面上的Q block 好 一打开之后呢 你的右上角 这里是连线的状态 那现在是打叉的 表示你的窗口还没选对 那无装置表示还没连线 所以我们先把它装置 先选好你的窗口 这边应该你们应该只会出现 一个窗口 可能是CAM3或CAM4都没有关系 请你把它选起来 选好之后呢 刚刚那个打叉就变成打勾了 表示他已经找到窗口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用这一片板子 或者是你之前有去拿过去别的地方用 或者是烧录过 那请你记得要先做这一个烧录的韧体的动作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这板子一直都是在这个Q block里面用的话 那这个就不用再做了 好 再来我们就把它连线起来 如果正常连线他会跟你说连线成功 而且右边上面这里会出现一个即时 表示现在是即时跟Qno连动的状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Arduino的积木抽屉里面 有这么多这么多积木 那你可以我们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自己学然后第一次使用 我们通常会看一下到底有哪些积木 那哪些积木可能是可以控制的 好 稍微看一下喔 重置 这个是对应 然后这是转换编码 这是设定角位输出 这有可能可以使用对不对 这个也是设定PWM角位输出 好 我们先把它拉出去 先把它拉到外面 拉到城市区 好 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这是 六角形的是读取逻辑的状态 读取状态 然后椭圆形的是读取里面的资料的 好 我们接着再往下 这写入序列附也不是 这是写资料的 然后这个是发出声音的 发出声音的 这是超音波 这是这里还有一个LED 可是它是LED矩阵 那LED矩阵长这个样子 举证各位知道 举证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这是LCD 马达 伺服 马达 然后无线连接 表单 好 所以你看了 看了一下索尔的这个积木 你会发现 只有这两个 好像跟我的 现在要控制的LED是有关系的 好 好 所以你从刚刚的积木堆里面 找到这两个积木 是可能可以拿来控制LED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积木 然后猜想再去验证一下 好 你看那积木有两个选择项 对不对 两个选择项 这个选择项按下去它会出现 它会出现很多个脚可以选对不对 很多只脚从D0到D13 好 那这一个呢 选择项按下去呢 它会 D3D 就是跳着 脚位是跳着 3569011 好 但是这一个的脚位按下去呢 它是全部的脚位 然后呢后面这一个低电位 它有两种选择 一个低电位高电位 那这个积木的后面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了解 如果是数位脚位这一个 这一个积木的话 那它是所有的脚位都可以去控制输出 然后可以控制什么 高电位或低电位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数位控制 也就是只有高电位跟低电位两种状态 你没有其他的状态 所以我们马上叫做数位脚位 那另外这一个呢 它叫PWM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那它的意思呢 就是模拟类比的方式 模拟类比的方式 那什么叫类比 就今天23度 明天25度 后天18度半 这个叫类比 就是它可能是这中间的某一个数字 某个数字 所以它后面是可以填数字的 好 那么 这是我们的猜想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验证一下 好 那么所以我们先用第一个积木 数位脚位 那我们来控制 试试看控制这三原色的灯 那我们等一下测试的时候呢 请各位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你是怎么控制的 什么情况灯会亮 什么情况 会把灯关掉 然后颜色是对的吗 如果你的颜色不会亮 你的指令也对 那就有可能是什么 你没有连线或是板子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请你一边操作 测试你的设备是不是正常 一边呢做一下记录 来请你打开你的空白页 笔记本呢 他呢有笔记本的空白页 那请你在右上角那个空白的地方 去稍微记录一下 你是怎么开灯怎么关灯 好 那可以发出哪几种颜色 可不可以混色怎么混 请各位一边练习测试 一边把你的这些问题的内容 稍微记录一下 我们给各位三分钟开始